大家好我是蔡森森 我是蔡彩排 相信各位都是從這個影片的封面點選進來的 知道說蔡大哥確診了 沒錯 我們這支影片主要是要記錄這個大哥從確診 一直到現在康復的這個過程 我們這個影片裡面 它並不是有什麼樣的醫學的知識 你們都要詢問你們的醫生 那在這個影片裡面 你也看不到有任何大哥裡面很痛苦的樣子 或者是生病的一些症狀 對 因為在大哥就是人不舒服的這段期間 其實我們心裡也都很煎熬 因為看著孩子這樣非常的心疼 所以這個過程裡面完全沒有任何的錄影 或者是任何的照片都沒有 有一天我們就工作完的時候 保姆他那天早上睡醒的時候 人非常的不舒服 後來他就自己在家做的快篩 發現他是陽性的 他就打給我們 請我們趕快把孩子接回去 那其實我接到電話的時候 我真的是腦袋一片空白 後來他們在做了PCR之後 他們是全家都確診 那他所帶的四個孩子 以及我們所知道的父母 也都全部確診 我們當天把孩子接回去的時候 我們一直注意他的這個生活作息 看看有什麼異常 發現說沒有耶 他吃得很好 然後也玩得很開心 對我們想說他可能可以安然的度過這一次的一個疫情 結果就在晚上12點的時候 大哥就睡一睡突然就坐起來哭 那時候我要進去安撫他的時候 摸到他的身體整個是燙的 哇那時候我嚇一跳我就趕快叫聲聲進來 他就拿了兒文槍幫他一兩發 他覺得他的體溫已經38.9度了 然後那個時候我們就心裡想說不妙 他可能有被感染的這個情形 有這個小孩的人 他家裡都會有這個殘備藥 那我們就趕快給他服用了這個退燒藥 給他吃完之後呢 我們就一直詳細的觀察 時不時的就會量一下他的溫度 那發現說他的溫度降的非常的慢 幾乎是降不下來 對那我們就非常的緊張 大哥才一歲多 其實他不太會表達自己 變成你要問他說你有沒有喉嚨痛 你有沒有肌肉痠痛 你肚子有痛嗎 我們其實沒有辦法從言語上面得知 當他不舒服的時候 他就是一直哭 跟加上他要給媽媽抱 因為需要這樣子的一個安撫 終於在一兩個小時之後 溫度有稍微往下降了一下 來到這個37.8 38度上下這樣 結果呢不到大概兩個小時 體溫又開始往上 38.1 38.6 38.9又升上來了 那我們在想說這個時候再給他吃這個退燒藥 那會不會藥氣太強 因為剛好我們就是跟我們的家庭醫生有交換LINE 醫生說你最快是四小時之後才能夠吃 那還不到四小時你就想說該怎麼辦 所以我們就只好就是用了其他物理性的降溫來幫助他 看孩子能不能夠體溫降下來 那就用了一些這個溫的毛巾啊 裹住他的小腿啊 或者是甚至給他泡澡 或者是給他通風的衣服啊環境啊 甚至幫他擦一擦身體啊 物理性的來幫助他能夠調節他的這個溫度 但第一天其實非常的煎熬 因為這一些動作對大哥來說好像沒有用 我們大概凌晨3點多 然後再來就是早上6點多 然後再來就是9點多的時候 他都一直這樣 我們不斷的換毛巾 不斷的用物理性的退燒 給他吃藥 給他什麼 他就這樣整整發燒發燒了兩天 對而且半夜其實你真的不太敢睡著 因為你不知道你孩子什麼時候體溫會過高 因為我們成人都已經打了三劑 但是我們知道說孩子一劑疫苗都沒有打 所以當他在發燒又退發燒又退的時候 我們根本眼睛都離不開他 這樣不間斷的發燒呢 前前後後總共發燒了24次 每一次3小時4小時 我覺得父母親的煎熬 就是你不曉得說 你有什麼辦法可以讓他祝福 因為大哥在那個期間是 你可以感受到他是很辛苦的 對 他只能哭 然後你問他說你哪裡痛痛啊什麼 他沒有辦法說出來 其實他哭還算是還好 他到燒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然後體溫非常高的時候 他整個人已經是沒有力氣 然後都趴在媽媽的身上 因為蔡大哥跟幾乎的孩子 跟蔡大哥的保母是同一個 他們那個時候去醫院做這個PCR 從排隊到做完 總共花了4個小時的時間 那個整條的排隊的路上 我都看到小孩 他都抱著啊 然後站在那邊 有的用小凳子啊 然後再哭啊 有的還是路邊會吐啊 會什麼 哇那簡直是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在那個時候呢 也還沒有什麼兒童通道啊 還是綠色通道的這種東西 所以那時候我們知道說 除非蔡大哥的燒退了 身體狀況可以允許 我們再去做PCR跟看診 否則如果這樣一直反覆發燒 我們覺得去到那邊 可能會病情加重 那我們就在他退燒之後 我們就去台北市的這個 婦幼醫院做這個PCR 那等的時間還好沒有等的太久 大概三個小時的時間 那坐在那個棚子內 他有放很多塑膠椅 看到很多人抱著小孩 有的爸爸抱一個媽媽抱一個 然後都抱得緊緊的 然後他們用塑膠椅放在一起 讓孩子躺在上面 有的一直咳嗽啊 有的孩子是 你看他很像在睡覺 可是他眼睛張得很大 你就知道是他們是非常不舒服 為人父母看到別的孩子這樣 也是會有點心疼 然後我們就輪到我們就是做了PCR 照顧幼兒的這個父母親很難不中 這個是醫生告訴我們的 那的確我們在那幾天裡面 我們其實喉嚨都非常不舒服 頭痛 但是父母親 我們更加專注在我們的兒女身上 不會特別在於說被孩子傳染 你會只想說讓孩子趕快好起來 當然我們在家 一回家我們是全程都有戴口罩的 我們就給這個蔡大哥做的PCR 醫師有現場看診 那當然當天我們也知道說 的確就是確診 到底什麼情況要送醫院 這是父母親一個很大的課題 就是你看他發燒不到幾個小時就又燒起來 那我到底是不是要送醫院 那這個時候如果送醫院 我看到電視 我看到我們的朋友去急診室 那種痛苦的樣子還不見得排得到你 因為還有人更加的重症 所以你就會想像說孩子這樣是不是不對勁 但是如果這樣不對勁我送去醫院的時候 在那邊會不會他更辛苦 所以在那邊真的是非常的天人交戰 我們都會一直在家裡會一直上網 搜尋資料 不斷的搜尋看孩子是怎麼樣的情況 然後會需要送醫院 我們就好幾次覺得說大哥真的退燒的時間太慢 以及又再一次的發燒的時間間隔太短 那我就打電話給這個馬接醫院 然後也打電話給國泰醫院 就本來在那邊看診的這個地方 除了我們原本的家庭醫師以外 1922的電話呢 我們是在我們那個時候是從來沒有打進去過 一次都沒有打進去過 所以因為只有三間半夜 那急診室的醫院的醫師都是非常好的 他們很願意回答 然後他們就會叫我觀察幾個指標 例如說意識不清 有沒有嘴唇發白或者是嘴唇辨齒 那他的呼吸有沒有急促 胸部有沒有塌陷 就叫我們觀察 然後他的活動力的這個情形是怎麼樣 這些你上網查都查得到資料 只是你看到孩子一直不斷的反覆的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是需要親耳聽到這種更專業的建議的時候 心裡也是會安心許多 那其實你上網查跟醫生他都會告訴你說 在那個年齡呢大概就是一分鐘四十次的呼吸 但因為發燒本身就會呼吸急促 那你就會想說那四十次送醫 那三十八次是要送醫嗎 雖然他有給你這個標準 但你觀察你孩子的時候 你會心中充滿了非常多的問號 一歲多的孩子吃藥 其實這個吃藥是一大挑戰 對 因為孩子他在高燒的時候 他其實還會伴隨著嘔吐 其實他是非常抗拒的 其實蔡大哥在吃第一次藥的時候 他有乖乖的吃笑 他好奇覺得那是什麼 但是他一直連續的這樣子的發燒之後 最後他沒有辦法吃藥 你給他吃藥的時候 喝下去呢 他會整個吐出來 有時候噴的你整身都是 那看到你拿杯子的時候 他就會說不要 不行不要啊 這個對你好了 可是你看孩子 他每一次一次的看到你要為他吃藥的那種絕望 你真的是心是很難過的 其實醫生有開篩計給我們 他說如果你給他吃退燒藥 兩個小時沒有辦法降溫 你就再給他篩計 但他有再一次告訴我們 他說新冠肺炎在幼兒上面 他們都是這樣發燒退退發燒退退 你如果一直給他使用篩計的話 他可能肛門那邊會有出血的這個情形 所以他叫我們說 除非很嚴重 否則你是要謹慎使用 那因為大哥是一直重複的發燒 我們不可能一直給他篩計 只能說一方面用 那一方面因為我們有信仰的關係 我們就是真的只能禱告 在這個時候 因為你不知道要做什麼事啊 這真的是只能禱告 因為在你用盡的任何的方法 你能夠做的 然後他能夠吃的 你都做完之後 你真的只能禱告 還有請教會的人來為你禱告 然後那個時候 我們為了要給他吃藥 用了各式各樣的情形 因為大哥很喜歡吃藍莓 他都會說 莓 莓 他很喜歡吃藍莓 一開始先給他吃一顆藍莓 哇他變醃醃的 但是他就吃藍莓 他覺得好像還蠻不錯的 就吃了一顆 那他呢就去後面 偷偷把那個藥啊 注射在這個藍莓的裡面 然後分次分次給他吃 雖然大哥那時候吃起來 他有覺得揍個眉頭覺得這藍莓味道怪怪的 是不是你們埋過期了還是怎麼樣 但是大哥還是把他吃下來 那就吃了好幾次 終於把他的CC數的藥吃完了 那個很難用耶 那個針頭打進去的時候 藍莓這麼小顆 你有可能一打他就溢出來 或者呢就是給他看 因為我們普通不太給孩子看電視的 在生病他整個病奄奄的情形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吃藥 我們說他讓他給你看個十分鐘的啾啾 一開始的時候他也是願意配合 但其實用到最後 啾啾都沒笑了 他真的身體是很不舒服 在發燒的時候他肚子也不舒服 有任何進去的東西 他會吐更多東西給你 最後呢當大哥他發燒兩天 退燒兩天 我們以為已經OK的時候 他又發燒兩天起來 但是這次的兩天 他發燒的時間就沒有這麼長 那我們也相信這個是 病程走到比較後面的這個情形 有一天台台就跟我講說 他的肚子有一點點紅疹 因為我們想這整個 這個六天的期間呢 大部分的時間都是抱著 因為他缺乏安全感 他不舒服他就一直抱著 那有時候抱久了會有熱疹 那我就跟太太說 那個是熱疹了沒關係 可能我們觀察一下 看是不是明天就退了這樣 結果隔一天睡醒的時候 那個熱疹不但沒有退 他整個前胸跟後背 全部布滿了密密麻麻的紅疹 是一顆一顆黏在一起的 那你看到的時候 你真的會嚇到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有拍照 然後給我們家庭醫師看 那時候他就回我們說 平常心看待 因為他沒有發燒嘛 我們觀察他活動力 活動力是都不錯 隔天起來的時候 看到這個大哥他的疹子 本來從一塊一塊 像玫瑰疹這麼大 變成全部連在一起 那個連到身體 前面跟背後 真的是像是一件衣服一樣 你看不到任何有白色的地方 像去海邊 整個被大曬傷 全部都是紅色 後來發現他的四肢 正是臉部開始出現紅疹 而且那個紅疹越來越多 而且紅疹在他的眼睛鼻子啊 這個臉的地方 幾乎又要連在一起了 我們就在打電話給這個馬接 他就說 目前為止是很少聽到說 孩子新冠肺炎好了之後長疹子 在五月初的時候 他說不然這樣你就帶來 要實際看才知道 其實那天我們一直在考慮說 到底要不要送醫院 要不要送急診 可是因為看著孩子身上這樣 實在太害怕了 因為他是一直長出來 那時候我們晚上的時候 去到醫院的時候 大概是九點多 那急診呢 都是在戶外的地方 那他們用一個簡單的棚子搭 其實我站在排隊的地方 我的褲子全部都濕了 因為他要通風嘛 只在排隊的人 我算了一算 絕對大概有100個人有 有坐輪椅的 有抱著小孩的 有推著嬰兒車的 大大小小的人都有 等了一個小時的時候 所有在等的人 沒有一個人是進去急診室 都還沒有掛號 我就告訴太太說 這樣要等下去 我們孩子受得了嗎 護士 他有一次出來的時候 我就說 請問一下我的孩子 他是新冠肺炎確診 他的枕子已經長到全身 像一件衣服一樣 而且他的臉 左右都長 長到太陽去 長到臉的紅枕 要全部連成一片了 那請問這樣子 他有沒有立即的危險 我們怕會不會有延誤的情形 結果那小姐聽完之後 就跟我講說 那他有意識不清嗎 我說沒有意識不清 他說 那他有生命跡象微弱嗎 我說 看起來應該沒有 他說 那好 那你就繼續等 因為排在你這前後 枕排的人都是確診 而且他們現在都在發燒 現在急診室裡面 也都是滿的 我就說好 結果他進去問之後 他就再也沒有再出來了 我們等了快兩個小時的時候 發現整個急診室裡面 只有一個小孩子 媽媽抱著小孩子進去 其他沒有一個任何的成人 幼兒進去都沒有 那那個小孩子抱進去 的確我從很遠的地方看 他的確是符合他剛剛說的 生生在等了兩個小時之後 我們就決定還是回家了 因為我們看我們的孩子 也沒有像他說到這麼嚴重 所以我們就決定 我們還是回家 我們發現醫療人員都是非常辛苦 對 那我們相信有更多人 比這個蔡大哥嚴重的情形 絕對不是只有孩子而已 是還有很多的成人 有一句名言說 不要因為你的PCR 妨礙有一些人需要做CPR 我們回來的時候過了一天兩天 發現說他肚子跟背部的這個疹子 漸漸的變成粉紅色 我們就想說那我們就繼續觀察 稍微比較安心一點 對 然後到後面的時候呢 他的這個疹子全部的退去 對 然後也在一定的時間裡面 也都解除了這一些隔離啊 到現在蔡大哥是非常的健康 不要亂跳的 對 太太呢 他現在的症狀呢 就是剩下一些的咳嗽 大家知道說蔡媽媽跟我們住在一起 也會住在這個蔡達姑的家裡 其實第一時間 我們就叫他去另外的房子的地方居住 也就是住在我們這附近 然後他解隔離也快篩什麼 都是OK的 比較辛苦的就是因為孩子很喜歡阿嬤 所以常常用視訊然後就看到阿嬤 阿嬤看了就很心疼 然後大哥也常常都會阿嬤阿嬤這樣子 但是現在當然是OK啦 他們這個祖孫相聚喔 現在是玩得非常的愉快 那我們這個就是一個分享 但所有的醫療的這個知識呢 你一定要按照你的醫生為主 祝各位喜樂平安 拜拜 那另外還有一個非常特殊的 竟然從頭到尾呢 十幾二十天呢 我竟然都沒有確診 他每天都說我頭痛我頭痛 然後每天都做快篩 我有做PCR也有做快篩 然後按照政府的時間每天都做快篩 那PCR跟快篩全部都是陰性